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甜甜 我是一个T 我是闲羡 我是拉拉里的P 我是桃桃 我是一个Gate 我叫段荣峰 我是一名男同性恋 行婚就是一个啦啦和一个gay 就是为了双方家庭需要 没有任何感情 就是为了演一场戏 对行婚的这段经历还是蛮后悔的 我自己的行婚经历是失败的 有一点点无奈不情愿 行婚是一场灾难 它是一个充满了谎言的生活 当我追随 baby 这次动了情 绷绷执着我不后悔 我会用我的生命去保证 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谢谢 老婆,我爱你 甜甜和贤贺是同性恋者 在一起已经三年 每次参加别人的婚礼 都有很大感触 我不能跟他两个人上这样的这么热闹的去办一场婚礼 我羡慕的是别人就是亲朋好友对他们那种争执的祝福 感觉他们笑得好幸福 就是为他们开心的那种 是 我不喜欢男生 我喜欢女生 妈说 你不能这么自私 你要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办 那别人怎么看我 就被安排各种相亲 打电话给家里面亲戚人 这有没有合适的条件的差不多的 然后可以安排一下 被吹的时候没办法了 然后只能找去行婚来 就是给家长一个交代吧 可以找一个志同道合的gay 然后去跟家里面的人有个交代吧 刑婚即是形式婚姻 是指男同性戀者和女同性戀者结婚 两人之间没有爱情 只是名义上的夫妻 在内地同性婚姻未合法 加上传统家庭观念很强 子女二十多岁时 父母已经催他们要成家立室 不少同性戀者都怕公开自己性取向 为了满足家长的期望 唯有在网上征婚 找同性戀者做对有名无实的夫妻 副婚姻就因为被催婚的压力 和带她三年的男同性戀者 在一年前结婚 我妈要求我一定要拍一套古武装 这张挺漂亮的 白狐狸 把这个爱见的照片屁掉 屁掉 她亲我手 她抱我大腿 很尴尬 真的 不熟的两个人 还要拍得这么亲密 还得笑得感觉很幸福 我真的 我感觉中国欠我一个奥斯卡 当时说的就是说 以后把女儿图付给你了 你好好对她 要说一句 但我感觉我爸当时要哭了一样 就没怎么说 和不喜欢的人结婚 做一场戏 贤贺说 这样也是为了完成父母一个心愿 我爸的同事就会说 你人家显现都三十了吧 怎么还不结婚 我爸就会很尴尬地笑着说 快了 明年 是因为是永远 是因为妥妥妥妥 也看得着 也是刘缺这一框心愿吧 比较给他们面子 我父母还是挺满意的 我照顾了一会 放心很多了 結婚後, 閑閑和盈婚老公並沒有一起住 平時也沒有溝通 只會每個月一起去閑閑父母家吃飯 交差料事 約在一個地點見面, 然後一起回家 對一下最近發生了什麼事情 因為他對我不了解, 我對他也不了解 如果我爸問到一些關於我們倆的事情 我就逼他先回答 這樣就會好一點, 我會參幫 閑閑未向爸爸表明自己是同性戀 擔心我們跟他回家拍攝 會被拆穿是假結婚 而他的刑婚老公也不想接受訪問 他說不要, 他很排斥這方面 他應該是辦出櫃 他親弟弟都不知道, 很怕被別人知道 他就是很害怕別人一樣的眼光 他就是很害怕別人一樣的眼光 他怕別人背後議論他 請婚也是一條路 被逼得沒有辦法的話 你又不能出櫃, 你又不想止婚的話 你只有請婚 你說關於一個外灘有多少LGBT 就是這樣嗎 可能有多少LGBT 段榮鋒和李圖在網絡認識 到現在, 一起走過十五個年頭 跟老端這段感情是… 有開心又不開心 然後也有爭吵 然後…但是我們最後都堅持下來了 對 聽起來還是那麼悲觀 那你講一講 特別不容易了 特別不容易 段榮鋒和李圖的感情 其中一個大衝擊 就是十年前段榮鋒的營婚經歷 這是我們那時候結婚婚禮現場的照片 就是我和新娘 然後韜韜和他的女朋友 作為伴郎和伴娘 把這個照片剪開就是有愛情的照片 十二月二十二號 冬至的那一天領的結婚證 這一天因為自己的伴侶看 跟另外一個人去拿證結婚 這件事情還是滿難從心理上去接受的 雖然知道他們是行婚 然後呢是為了應付父母嘛 對 但心裡還是挺難受的 你那一天有覺得我會不開心嗎 沒有 段榮鋒當年的計劃 是要和迎婚太太生小朋友 滿足父母傳宗接待 組織家庭的期望 之後李圖就和太太的女朋友迎婚 四人一起生活 為了演戲做全套 迎婚太太搬去和段榮鋒和李圖一起住 她會有些焦慮 但是我會告訴她 我說你要多擔待一點 因為將來這個娜娜可能會為我懷孕生孩子 那她身體會承受很多痛苦 所以現在我們多付出一點 所以她把這種 我的這種說服呢 最後內化成一種信任 可是呢 就同時在承擔一些痛苦 為了成全段榮鋒的迎婚 李圖唯有無奈配合 她形容那種生活 連小三都不如 不會掛我們兩個的相片 因為父母的突然造訪 有躲到櫃子裡 有可能是躲到床下 然後呢 一躲有可能好幾個小時 我出來的時候 我能從她們眼睛裡看到愧疚 覺得不好意思 但是五次十次以後 感覺不到愧疚 覺得他們習慣了 覺得好像 這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你必須要去承擔 如果你還想住到這裡的話 然後我就內心就特別矛盾 我就覺得 那這個醒婚應該不是我想要的東西 韜韜可能承擔了很多 就本來作為我的伴侶 不該承擔的一些事情 這個是事後想的 然後我也很內疚 和她都在一起 我在追尋幸福 可是同時呢 我又覺得 這種事情呢 是不被世界所認可和接納的 是羞恥的 還沒有膽量去做自己 兩年之後 因為迎婚太太和她的女伴分了手 改變主意 不會再為段榮鋒生小朋友 段榮鋒決定離婚 但是里徒並沒有因此而鬆一口氣 你雖然說你結束了一段醒婚 會不會有另一段呢? 不知道 那個時候你有出櫃的念頭 身邊的朋友就會勸你 不要出櫃 不能這樣對你父母 你父母把你們養這麼大 你不能去氣他 你父母都老了 就是不要傷他們的心了 就會這樣的想法 這樣子的話 你自己就會充滿了矛盾 不知道將來應該怎麼走這條路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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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父母是否在一起 你父母是否在一起 他會說平時出入公眾場合 都會很小心 上天之前我都會想一下 如果碰到我爸媽 或者碰到親戚 我肯定會問你怎麼表地呢? 我就會說他去找他朋友去 有事然後馬醫會過來找我們 就是殺一個狂 得拿很多狂去圓 一開始就覺得蠻累的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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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這麼小心 是因為他們住的連雲港市 是一個小城市 他們就試過被表姐看到 還告訴父母 媽媽跟我說 你姐姐給我打電話 她說她看到你了 她說你這裡怎麼練 就是不想被出櫃 我想自己去出櫃 就比如說跟我一樣 就是被出櫃 被出櫃我覺得可被動了 對 不喜歡那種感覺 對 而且他們也接受不了 你看著我 marry me no 你竟然跟我回答個no 你… 天啊 天啊 我看你笑得很開心 哪裡有開心 你看看你這個牙齒的 可能 那是…那是攝影師就要笑我 沒有辦法這樣… 甜甜三年前都曾經認婚 當時因為急著向家人交差 跟對方認識了只有三個月就結婚 臨結婚時才知道她不是同性戀 我媽說你幫她喊著回家吃飯 說你以後留長髮 跟我生個孩子 然後穿裙子 你要答應我,我就跟你回家 我算了吧,再見吧 反正我媽就說她說的 她說你是同性戀人 對,說我跟她是假的結婚 父母知道她是同性戀 又假結婚都很生氣 爸爸更加兩年來 一句話都沒有跟甜甜說過 我爸那種思想就是比較很封建的 那種大男子主義的那種思想 他就覺得變態 不能接受,接受不了這個樣子 中國人還有一點就是不好 就比來比去,比來比去的,煩死 生幾個孩子還要比 不容易 堵住別人的嘴 你為什麼今天在嘴上沒掛 你家裡人也掛不住面 我知道要走,你不要拉我 不要拉我 段榮鋒迎婚失敗後 他和李逃嘗試找另一條出路 當知道表弟成功向家人出櫃後 李逃就決定要向媽媽表明自己的性取向 你為什麼像猴子過分獅子那種 我們出櫃的最大的動音 就是想跟媽媽生活在一起 對,其實我們早就已經接納自己了 我們沒必要去隱藏自己的 真實的一個自我 對,其實過得很好 幹嘛要把好東西藏起來 坐下 坐下 李逃五年前 安排媽媽由四川來上海旅行 向她表白自己是同性戀 當時我聽到同性戀這個詞語的時候 真的是天崩地裂 我覺得挺骯髒的 我覺得同性戀就是不學好 看不到這個中間點 那我的面子怎麼辦 那以後我怎麼面對自己的親人 怎麼面對親戚朋友 我怎麼在社會上立足 我只是考慮我自己 那我說是不可能的 我不可能接受你們的 我死也不會接受 李逃媽媽之前還期待兒子會結婚生兒子 兒子突然向他出櫃,打擊很大 每天都以淚洗臉 有一天,看見媽媽哭 李逃跪在他面前一起哭 她說媽媽,我真的改不了 她說我希望你能接受我 當時我看到孩子這麼傷心,這麼痛苦 其實我自己心也真的 其實我真的心就像亂劍穿刺一樣 也是難受的 我就很無賴,真的是 可以說當時我說 兒子你起來吧,媽媽接受你 其實我真的是違背良心的 其實從心理上一點都沒有接受 但是我不能看到孩子這麼痛苦 我就這樣,就接受不到 媽媽對我的接納,我沒有感謝 我是覺得是應該的 我認為是父母沒有同情戀的知識 然後導致了我們很委屈的生活了二十年 三十年,讓我們覺得一直都很自卑 對了,OK 幫忙 幫忙嗎? 好 後來李陶媽媽搬來上海和兒子一起住 見證她和段榮鋒之間的愛情 同時又參加同性戀家長小組 看到其他家長如何接納自己子女 深受感動 慢慢接受了李陶是同性戀的事實 對 你要想叫她改變是不可能的 就像我們異性戀一樣 如果叫我們改變去找個女的 也不可能的 她們兩個我覺得比異性戀還好 反正她們兩個就挺開心的 四年前,段榮鋒和李陶飛去美國註冊結婚 不過在內地和性婚姻未合法 她們結婚的影片在網上廣傳後遭受抨擊 就很多網友的評論 是不是病啊,是怎麼對得起父母啊 什麼沒良心啊 你們可以改,你們可以重新選擇 我們所謂的壓力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可能會學得很乖 學得很小心 老闆來有飯啊 這個狗可飯 你吃一下這個 那天你沒吃了嗎 你們多餡 這那個火腿是吧 你們走了媽媽做了一次飯 這是小兒子 陶陶,大兒子豐豐 但一個兒子變成兩個兒子 我不是壯了嗎 因為我和陶陶的目標就是這樣 重新建立這樣的一個有兩代人的家庭 面子跟孩子的幸福 我覺得應該是孩子的幸福更重要 面子算啥 價值得我們 Prize 他說的 第二 位 後面你的福 才能找分辨 這是厲害的 趙霞到了 和中間佳 那满房子还得生孩子 还得让你们家人接受 还得自己还得有存款 还得经济势力一定要强 所以有时候我自己给自己的家庭很大了 有的时候感觉比男的还要累 俩人在一起 你跟身高也没关系 你跟姓名也没关系 主要两个人相爱就行了 否则里应该是这样 就是我爱的那个他刚好是个女生而已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